自从神造了万物之后 万物就按着神所制定的规律在运行着 在有规则地向前发展着 在神的眼目之下 在神的主宰之下 与人的生存同时有规则地向前发展着 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能改变这个规律 也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能破坏这个规律 因着神的主宰万物得以滋生 也因着神的主宰因着神的管理 万物得以存活 所以说万物在神的主宰之下 有规律地生发消失以至于轮回 当春天来到的时候 绵绵的细雨带来了春意 滋润了大地 土壤开始融化 小草从土里挤了出来 开始发芽 而树木也逐渐地变绿 这一切的生物给大地带来了新的生机 这是万物生发的景象 各种动物也从洞穴中出来 感受到春天的温暖 开始了新的一年 夏季万物享受着炎热 也享受着夏季带给万物的温暖 万物迅速地生长着 树木 草与各种植物都在迅速地生长着 以至于开花甚至结果 万物也在夏季忙碌着 包括人类 到了秋季 小雨带来了秋天的凉爽 各种生物开始感受到秋收的季节 万物也结果有了果实 人类也开始收获这些累累果实 为冬天预备食物 冬季万物在寒冷中逐渐地开始休息 开始静下来 人们也在冬季闲了下来 这春夏秋冬的转换变化 都在随着神所制定的规律 而运转着变化着 神以这样的规律带领着万物 带领着人类 给人类制定了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 为人类预备了不同温度 不同季节的生存环境 因而在这样的有规律的生存环境下 人类也有规律地生存着 繁衍着 这个规律没有人能改变 也没有一人一物能够冲破这个规律 无论是沧海桑田还是桑田沧海 这个规律一直存在着 它的存在是因着神的存在 是因着神的主宰 也是因着神的管理 有了一个这样有规律的大环境 人类的生活也在这个规律中 这个规则中进行着 这个规律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让一代又一代的人 在这样的一个规律中得以存活 人享受着神为这一代又一代的人 所创造的万物 与这样有规律的生存环境 尽管人觉得 这样的规律是与生俱来的 尽管人对这样的规律不屑一顾 尽管人感觉不到 神在摆布着这样一个规律 神在主宰着这样一个规律 但是不管怎么样 神一直在做着这样一个不变的工作 他做这样一个不变的工作的目的 就是为了人类的生存 为了人类能够继续下去 感谢观看